所以如果你心力集中 能够完全解脱世间的烦恼 你会引发内心的大能和智慧 一个人如果心力集中 坐在那里求一件事情 你的能量无限 那种智慧和你的巨大的能量体 我们说正能量全部都会出来 所以用现代话讲 这叫专注力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专注一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成功 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没有专注力 你就不能成功 所以去除妄念 靠自己的专注力 和自己的觉醒能力 那么在佛教界是说 你如果能够驱除妄念 你能够有驱除妄念的能力 而且你能觉醒了 你就是佛教界讲的叫定觉知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白话佛法 就是让你们先理解 然后告诉你们 人要定得下来 你才能有觉悟 你禅定 你禅坐得下来 你才会有定力 你才能有这个智慧 我们学博人想要求 自己能够做一个解脱的人 要学会觉醒 要增长内心 对外界的刺激的承受力 因为我们每天 内心对的外源 都会刺激自己 今天的感情受伤了 今天的语言受伤了 今天的别人那个行为 让你的内心受到了刺激 而让你痛苦不堪 苦恼 你反映出来的 那是一种散乱 和一种心事的丢失 因为你妄念事起 怎么办呢 他怎么恨我 怎么办呢 我要反扑啊 我要对他进行正面的交锋 还是在背后怎么搞他呀 你的心就会散乱 就会引起你的苦恼 而且你在思维当中 想去报复 想去做某一件事情 只要在你意识当中 成为一个焦点 你很快地 就会心智丧失 因为你害怕 所以你要懂得 菩萨讲的诸心无常啊 我们做什么事情 诸心无常 诸法无我呀 四大皆空啊 你今天想了半天 你做不到 那这事情是白想 你去想它干嘛 想了之后 只会给你八十天中 增加你的烦恼和障碍 你今天去做了 接下来你会有报应 然后你又是害怕 你害怕之后 你最后还是没有 为什么 你被别人抱了 渊渊相抱 到了最后 结束了 还是以别人 报应给你 或者你报应给别人 为解脱 这个解脱 那是虚妄的 那是暂时的一种 好像我战胜它 发了一种快乐 实际上是人间的一种烦恼 当时的环境 让你能够得到一种 暂时的舒缓 心里的舒缓